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敢当 请问候五爷 广东哥 阿庸代表你的村面 这下可放心吧 大哥兄 请不要误会 我不是不相信二位 只不过我们老大特别交代 我能不听吗 我们也不必客气了 广东哥 我们什么时候教权提话 明天晚上 你看怎么样 可以 地点呢 这里面 地盘你都知道熟 你规定好之后呢 通知我 好 明天中午通电话 好 明天中午通电话 我过去 明天天太阳别 好 明天太阳别 我给你带来 有這麼多啊這是現款部分兩百萬另外還有 這裡是兩百萬七七支支票沒有發現明天雲朗一開你就虧了 我一共四百萬阿勇我沒有騙你吧太好了夠意思不過要小心千萬不能讓雄武知道不然的話大家都有麻煩這我知道放心 哎玉琳 一個人在這幹什麼等你啊我要出去 玉琳我有話跟你說吧前幾天你都到哪去了爸一直都在問你呢我去半點試試 玉琳我有禮物要送給你 送我禮物為什麼 送你禮物要為什麼我買了個鑽戒還有手勢你一定會喜歡的 太貴重了我不能收 這是我一點小心意 來放心啊我自己賺的錢買的 我不收 我不收 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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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著送你女朋友吧 廢林 別人我不管 依奉事情我一定要管懂不懂 好了好了少回話 有本事你們盡快殺過來 我也會成功接下 玉琳 你跟誰發這麼大貧氣啊 你不認識 是為了爺爺奉 對 怎麼突然來了 好久沒見了想來看看你 你該不會拒絕我吧 怎麼會的請坐 無藥吧 很好 就是有個心病 心病 他常常一個人坐在客廳裡發呆 就是傻子也看得出來 他在想你 其實 我會常想他 那你就應該去看看他 語言 我 我沒有人在進那個門 為什麼沒有 是不是還在恨我 我從來沒有恨過你 那是拉不下這張臉了 要不然我陪你去 以後再說吧 很多事情不能勉強 不過 好久不見 我很高興原來 而且 也沒喝酒 又不讓我孩子脾氣 說真的 今天真高興原來 我 我 我是應該董事了 最近阿姨怎麼了 你怎麼會突然提到的 最近 我稍微沒有聽她 一些事情 什麼事情 沒有確實證據 我也不能隨便說 元 不過你最好轉告我的 叫她多小心點還有 曉輝 你的心還是向著爸爸 我說過 不管我在哪兒 我的心永遠在他身邊 謝謝你 我一定會展告爸爸的 請問你找誰 請問這是羅公館吧 是的 那就沒錯 你等一會兒 請問你是誰啊 我是誰啊 我是你們的主人哪 我是羅華偉的岳父 我的女兒嫁給了他 你懂了吧 你等一會兒 我去給你問我好了 是誰啊 我華偉 你什麼時候來台北的 剛來沒幾天呢 現在可以讓開了吧 華偉怎麼樣 還好嗎 請坐 你坐 你坐 是誰啊 依奉不在 他到電台去 他要打個 還有 要接受訪問 這個丫頭啊 總算熬出頭來 我也真替他高興 您來是有事還是來玩 別提了 謝謝 我呢 本來是想到台北來啊 發展一下 但既然是發展啊 總要是需要一筆資金了 所以呢我就把所有的機器就帶在身上 沒想到的就在火車站的人堆裡邊 就可以爬手爬手 就背 這種事難免 一二十萬啊 那 你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想啊 總要安頓一下 當然啦 我也不能來打擾你們這新婚的一對小夫妻 你說對不對啊 既然安頓嘛 總要先住個房子住下來 那這麼一來 租金啊 押金啊 再添點什麼家具 都要一筆錢 你需要多少 嗯 讓我算上啊 押金嘛 算個兩萬 三個月的租金呢 一萬五 再添點東西 這樣好了 我給你五萬 應該夠了 五萬 夠了 應該夠了 家裡一下子沒這麼多的現金 我正好要出去 順便到銀行去提款 你明天再來拿好不好 明天可以 如果我不在的話 我會交給張嫂 好 可以 好呀 你真好 一鳳總算沒有嫁錯的人 一鳳總算沒有嫁錯的人 好呀 跟陳曉輝他們有沒有聯絡 一鳳曾經去看過他 那有沒有什麼他的電話呀 地址什麼的 既然來台北了嘛 總要去看看他去吧 好 我有他一張名片 您等一下 請教材 謝謝 謝謝 老爺 嗯 坐啊 謝謝 謝謝 你現在好像只會說謝謝兩個字 你多人不怪嘛 什麼時候來台北 尷尬 去看一望沒有 看過了 他不在 好 老爺 嗯 你是單純來看我的 還找我有事 坦白的說啊 兩者都有 楊輝啊 你 現在 真的不一樣啊 哈哈 長話短說吧 找我有什麼事啊 嗯 是 是 是這樣的啦 鎮上嘛 我不想待了 想到台北來呢 去個發展 沒想到一下火車前就被爬了 楊輝啊 我想住個房子 安定下來 然後嘛 找個工作 要用錢 對不對 租房子要押租要房租嘛 再買點家具什麼的 楊輝啊 就 看在一封的面子上 我知道 哪一次我不是看在一封面子上 是 真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要用多少 好 我盤算了一下 再什麼也要五萬塊 好 五萬 哈哈 你均衣好好安靜下來 哎 該不會在哪兒去賭吧 怎麼會呢 我到台北來是睜眼瞎子 連賭場的門從哪兒沒開我都不知道哪兒去賭啊 唉 老舅啊 台北不比鄉下 你自己要有分寸 不要亂拿呀 不知道 阿東 去會計那邊拿五萬的現金來 是 楊輝啊 謝謝啦 謝謝 法委 新加坡那檔秀 我 我還是決定接下 你當初不是說過 不想去了 沒辦法 人情難確 一方面他價錢也出得高 一個一萬塊美金 而且 我的唱片在那個市場才剛打開 我去登台對我的唱片小魯很有幫助 你想要什麼 我回來的時候經過香港幫你帶 我什麼也不想要 對了 你繼父中午來過 王重九 他在做什麼 他說 他到台北來發展 帶來的錢給爬手爬走了 要租房子買家具 我答應給他五萬塊錢 什麼 你答應給他錢 才五萬塊嘛 又不是什麼大數字 不是舒服的問題 他是個無敵動 不行 不能給他錢 我已經答應他了 不能說話不算話 華偉 他看你是個老實的讀書人 好哄好騙 你一點都不了解他 他是個心血蟲 只要一黏上你 他就會千方百次地在你身上榨錢 到底是你的繼父吧 為什麼這麼說他呢 繼父 我看他根本吃個吃喝飄的 有手好險的孤賴 好 一方啊 好歹呢 看著我跟你媽夫妻一場的份上 你媽已經去了 丟下我孤苦伶伶的一個人 我不來找你 我找誰呢 我真的要去討飯呢 不是我小氣 不是我狠心 因為你已經騙過我太多次了 而且華偉不了解你 你更不應該騙他 我發誓我這次誰都沒騙 我說的全是真情話呀 你又不是個大叔 才五萬塊錢 而且還是華偉親口答應我的 你不必拿花來講我 我不是誰會得這五萬塊 又是嗎 你作修一天就夠我省事件用一年的啦 哎 何必當著外人給我難堪呢 一方 我問你 這五萬塊你拿走以後 還會不會再來打擾我們 我保證不來 等我租到了房子找到了工作 我安定下來我會慢慢還你的嘛 不必 我不指望你還 我只問你 還會不會再來打擾我們 我保證我絕不會再來打擾你們 要不然的話呢 我就喝水的槍死 吃飯也死 這可是你自己發的事 當然啦 好 好 這五萬塊我給你 好 這五萬塊我給你 這小酒店不是你們兄妹兩個人開的嗎 是 妙境呢 一塊兒去 哎 哎美麗啊 來來來我們來進一碗店喝個酒啊 好馬上來 快快加加加這 所以你看看人家 這一瓶ly一會兒就管了 不要再開一瓶嘛 花錢喝酒嘛 就是喝得痛快 就是有道理吧 有道理有道理 美莉啊 过来的时候 顺便带你XO过来啊 好 好吃 我敬你了 好 打净一块 好 好 您两个人 大概对我不怎么认识 不怎么了解 以后您常来 我们不就更能了解您了吗 对对对 有道理有道理 我记得不但是人豪爽 而且这个人非常的好 我们不能把他当客人 我们要把他当作朋友 对对对 会成为朋友 我在台北啊 朋友不多 以后呢我们就是好朋友了嘛 对对对 谢谢 我忙从小在三个字 我谢喊 提起我的女儿跟女士来 你们一定会认识 嗯 这么说一定很有名 他呀 何必有名啊 是大大的有名啊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们吧 还叫叶一封 叶一封 三桌 你们总听过吧 叶一封 他不就是那个明歌星吗 他嫁给了个医学博士 你罗华卫 爆香新闻登个好大 对对对对 九成 哈哈哈哈 九成 嗯 对啊 嗯 你 你姓王 那他姓叶子 你说怎么回事啊 嗯 哎 哎 谁呢就不明白了吧 嗯 我女儿啊 生起来就命硬了 算命说他会克服你 所以嘛 让他虽然 女性 啊 哦 你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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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不出来 嗯嗯 我忘笑了 您这个是大大的有名啊 大大的有来的啊 绝绝 实际 不太实际了 来来来来来来 来陪着陪着 赶紧 不客气 哈哈哈 爸 阿勇最近好像发了财 您知不知道 不会吧 他会发什么财 我也不知道了 不过他前几天约我出去 我没答应 他还说啊 他送我钻石 送我首饰 如果说他不是发财 他拿有钱买这些东西 他怎么会这么大方呢 喂 大人 照这么说起来 那些风声恐怕是真的 爸 外面有些什么风声啊 呃 你不要问 碧莲 白勇的事 你还知道一些什么 爸 我去看过姚辉了 哦 他现在怎么样 好吗 他很好 他要我问候您 还说 有空会再来看您的 爸 我跟杨辉有谈到阿勇了 他怎么说 他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说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意思是差不多了 他说他在外面也有听到一点风声 但是他不能确定 他要我转告您 要您小心阿勇 你这次干什么 你每次都是天人秘密骗我 这次呢 放心啦 不会啦 不会啦 这次绝对不会骗你啦 我要看见东西才算数 你很现实 我是被你骗怕 好 先添一点信心 这个钻线一颗拉的怎么样 什么 先表现那我满意我才给你 谁啊 比你 看你比我还现实 谁啊 阿勇哥 是我阿红 伍玥 你找我 对 不要 你最近在忙什么 没有啊 还不是跟以前一样 最近外面很多传说啊 说你已经花来财了 花财 我没有啊 没有 没有 你无言无故的 还有送给玉莲的那个卷戒 你那些钱充满你来的 那是我跟朋友 掉一笔账 分的钱啊 你没有骗我 我怎么敢骗五爷啊 不信五爷可以去问啊 我别问 外面 先言先译的 说你跟 少老大 太后 够在一起 有没有这回事 绝对没有这回事 绝对没有 五爷 难道我说的话你不相信 你信外面的谣言啊 但言外面那些话都是谣言 还有 你在我身边很久 可不要做出丢人的事 五爷 你放心了 绝对不会 我的个性你最清楚 你要是给我查出来 我绝对不找你 我知道 阿姨啊 不要再犹豫啊 属于你下人决心 把熊虎干掉 不然 你想破头也没有用啊 我跟熊虎爷跟了这么多年啊 搞笑这个决心很难 唉 无头不脏乌 阿姨啊 难怪你到今天 还没有帮我出头 对啊 熊虎已经疑心你了 你如果不下手 最后大妹还行自己啊 这我知道了 如果我动手的话 熊虎爷的手下 一定会想到是我干的 那还不简单啊 找一个借口 离开台北 然后啊 我们会帮你下手啊 对 只要把熊虎干掉 你就借他的手 熊虎所有的场面 就算你的 你啊 如果我离开台北啊 你没有把握 把熊虎爷 一次解决掉 当然啦 唉 阿姨 你不要再三心两意了 你把熊虎的弱脸高上面 你就会到南部去 好 我说堵这一次 熊虎 每个月初一的晚上 一定要到庙里去拜拜 阿姨 你不要再来 你 好 你 你 好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您等一下 你等一下 咬嗡 對不起 口雞毛一抹 好 口雞毛一抹 好 口雞毛一抹 好 口雞毛一抹 喂 我是咬嗡 小辉 我幫你了 小辉 就是了 小辉 一些美男人 小辉人 在裡面急救 小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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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ine 小辉 小雨 小辉 小辉 我 如果能夠轉到設備好的大醫院 找到手術高明的外科醫生 你沒了命的那麼久 你要快,有希望 你把救護做怎麼樣 我去想辦法 不管怎麼樣,不要緊張緊張 我為了命的要救援 好,我自己準備 月輝,你有合適的醫院 合適的人嗎 有 不過,不知道他會不會答應 我現在就去辦 你等我電話 好 從現在開始 誰都不能相信 不管怎麼樣 我把五爺的安全交給你 除了你以外 不准任何人去看五爺 懂嗎 我懂 表輝 你放心吧 好 哎唷 這是,這是誰呀 三星半夜的 哪有這麼暗靈的 真的 一點禮貌都不懂 快看看啊 如果其實要找老爺的 你是誰啊 你姓陳啊 我不認識你啊 昨天哪認識我啊 快開門 我有提示啊 誰啊 他說姓陳啊 叫什麼咬灰啊 喂 羅華爺 請你快開門 我有提示啊 你去開門 哦 華爺 我請你辦的呢 什麼事啊 你知不知道現在幾點 我管不了幾點 其實是救本人 請你把話說清楚 哎 可不可以叫你迴避一下 你的事 難道見不得人嗎 究竟有什麼事 有一個人 跟我交情很深 變得要打了五槍 現在生命有危險啊 為什麼非找我不肯 送了醫院就行了 他現在在一家小醫院裡急救 醫生跟我們很有交情 不會報警 可是啊 有一顆子彈離心臟很近 他那邊設備不夠 什麼事 槍傷 按規定要報警 所以我才要求你啊 求我什麼 轉到你的醫院去 由你親自為他開刀 不准報警 辦不到 羅華爺 我從來沒有開過我求過你 這是第一次 我辦不到 辦到 你是院長 你可以借任何名譽為他開刀 你交代有話的人不准報警 你在逼我做犯法的事 這不算話吧 你可以假裝舒服,忘了 那個人是誰? 為什麼不能報警? 我不告訴你 王阿對你好 時間不多了 你也說過 救人是醫生的天子 你現在總不能見死不救 因為你不准我報警 你在強人所難 不是 我是在去你 我陳曉薇一輩子沒有去過別人 這是第一次 我再說一次 華為 我去你 好 我答應你 這是我這輩子 第一次做違背良知的事 我去換件衣服 謝謝 進來快一點 我問你 我可以走了 我真的想知道 你可不可以做的 為什麼? 你會覺得? 不是 好 怎么样 手术完成 相当危险 只差一分就射中心脏 有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不敢担保 必须要度过两天的危险期 他的身体还不错 应该可以撑得过 马尾 谢谢你 我说过 救人是医生的天职 这次的情形很特别 我是被你逼的 不管怎么样 我断言感激你 金总长 我先谢了 是分局刑事组组组 咱们刚刚通过电话 哦 谢组长 请坐 谢谢 刚才在电话里听说你有重要事情找我 电话里不方便说 才当面打扰 不用客气 有什么事情请说 前几天发生了件枪击案 有个黑社会的老大叫熊武的被打成了重伤 那跟我们医院有什么关系 有 根据我们的调查 他是在你们这家医院动的手续 可是并没有通报警方 哦 这件事我不知道 我得问问我们医院的院长 能不能麻烦他来一趟 可以 请麻烦找一下罗院长 他在哪里 请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嗯 谢谢你的合作 不用客气 这是应该的 我还听说 是罗院长亲自给他开的到 你知不知道 罗院长跟熊武之间有什么关系 应该是不会有关系的 他是个医学博士 怎么会跟黑社会有瓜葛呢 嗯 会不会受到胁迫了 啊 这要问他本人了 金小姐 找我 华伟 这是刑事组的谢组长 他有事情要跟你谈 罗院长 你好 你好 找我什么事 有一个叫熊武的 你认识 熊武 我不认识 你肯定 他是黑社会的有名的大亨 我没有理由 认识他 可是我们根据线索 你跟他有关系 不可能吧 谢组长 我们罗院长是个读书人 他从来不说假话的 我并没有说他讲假话 可是我必须求证 罗院长 昨天晚上是你亲自给他开的刀 取出蛋头 这件事你总不能够否认吧 我是医生 为病人开刀 是理所当然的事 再说 救人是医生 重要的责任 可是你为什么不通报警方 当时情况很紧急 我忘了 这件事怎么可以忘了 人总有疏忽的时候 如果疏忽也算犯法的话 那你可以法办我 罗院长 你很会说话 谢组长 我们是合法的大医院 罗院长也是个很有名的外科权威 如果你再继续跟他谈下去的话 我想我得打个电话 请我们的法律顾问来了 金总 我并没有恶意 发生凶案 通报警方 这是你们应该记熟的规定 他已经承认是他一时的疏忽 难道还不行吗 好 那我请问蛋头呢 蛋头还在 好像在病理科 不可以交给我 那是重要的证 好 那你跟我来 谢谢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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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怎么样了 小心一点 5月刚睡着 5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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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